大家好,我是牛仔 今天呢,咱们连续发布两个视频 因为我刚刚吃完中午饭了 看了一下这个网友的评论 还有这些网友的对我留的言 那么我决定在连续再做一期 今天这个课题的话呢 这个话题啊 主要讲的就是我身体的 现在的情况 那么可能会对某些人的话 产生一些正面的影响 那么因为我现在啊 我全网的话呢 现在有10万粉丝了 那么有一部分这个粉丝的话呢 他是和我一样 或者是他的家人 有这个疾病的 就是他是得这个癌症的 当然我这个朋友圈里面 也有很多的这个网友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有必要今天去做这么一个视频 有好多这个网友啊 其实一直在问我 那么你在钟南山的话 就是 为什么 不去看病 然后 不去照顾家人 或者是 怎么样 那么好多 不被理解的事情 甚至有的人认为呢 我和钟南山的 某些人去打交道 怎么怎么样 其实的话呢 这么讲吧 因为 有的时候啊 是拍视频的需要 还有的话呢 是因为 我要去体验这个山水 我跟大家说一个很实际的一个 话题 就是 一个心理话吧 如果说 经常看我视频的 应该你们 有一定的慧眼了 应该是 又透过现象去看一些本质 但是 你们知道 就是我在三年 多以前 我一步步走过来 包括我经常去 医院里面去看病啊 然后去治疗啊 对吧 经历的一些 心中立场 那么我一步步走来的话呢 我从来没有一天 说是躺在病房上 去跟别人 去什么哀嚎啊 怎么样 不一样 嗯 因为的话呢 我 从我 得了这个病之后啊 到现在为止 我跟别人走的路是不一样的 当然之前的话呢 也是找了 中医西各 这各种大业 然后去 就是 治疗自己的身体 但是 终归来说啊 也就是 怎么样呢 到现在为止 啊这个 肺部 腿肺部 还有一个三厘米的肿瘤 但是我现在已经忽视它了 而且 用我的话来讲 我已经和它和解了 那么 我说一个非常专业的话题 就是我呢 是胜癌四级 而且是半下肖静脉癌栓 嗯 然后呢 后来 又转移到这个肺部 最大的时候肺部移动到6月2厘米 后来 做了这个免疫治疗 到三厘米 有做了16次的免疫吧 因为只有前 前三个月 然后就是消下去一半 后来呢 做了十几次 基本上是保持原样 怎么样 然后包括这个 这个 左腹部的 下边的这个淋巴 还有这个静部的淋巴 它都有这个 编译的这个阶级 那么 从我来讲啊 其实当时心里面也是 有一些 呃 你要说恐惧吧都没有 但是会有一些 心里边 不太自信的那种感觉 是吧 对于未来看不到一些期望 原先的时候确实也有 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呢 我已经有半年的时间 已经没有去过医院 半年多了 因为最后一次的话呢 应该是在三月份的时候 我去医院检查的治疗的 当时是在北京 那么到 现在为止 我一直都没有再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 我呢 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 有一个认知 有一个认知 然后的话 我会感觉到 他到底现在有没有苏醒 或者有没有对我产生 一些不好的影响 我自己都能感觉到他 因为时间长了 自己知道自己 那么我想通过这个视频的话呢 就是想带给大家一些 就是要正向的 一些能量 如果说 我按照一些正规的 方法 然后跟大家一样 然后躺在床上 然后 什么 探品啊 吃药 正规的传送治疗方式 那我的话呢 可能跟大家也是一样 没有办法去道理 那我走的是我自己的路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是不可以被复制的 只做参考 只做参考 那么我 这半年多的时间吧 半年多时间的话呢 到现在为止 体重保持的 很好 而且的话呢 也没有再吃任何的 这个 药物 也没有做任何的治疗 包括这个腹肠 这个明确的跟你们讲 嗯 当然你们从视频里面 从我的说话里面 也能够看得出来 我现在身体的状况 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应该 你们能够看到 没有这么问题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 我会 告诉你们 就像我刚开始 视频前面的 一个样子 你们应该 有慧眼的 应该能够 透过现象开门 我走的一条路是正确的 我已经战胜了 这个疾病 我并不是通过 这个医院的治疗 我是通过自己 没有 有人说你通过什么了 因为 做视频啊 我不能说的 太明显 太明白 我只能说到哪 你们就听到哪 对吧 有的话 一些敏感的话 也不能讲 这有 两年多的时间吧 我一直在吃一些 温补的中药 主要还是提升阳气的 提升阳气的 一些温热的药 然后的话呢 无论是夏天有多热 我都会让自己出的 会出汗 然后不会吹空调 不会吹电风扇 然后甚至是 到了早晨 太阳 刚刚升起的时候 我就 去晒太阳 晒太阳 有的时候一直晒两三个小时 有一次我记得我去到我那个 舅妈家 我那个 我舅妈就 跟我嫂子说 后来我嫂子跟我讲了 我每天会让自己的身体会发热 然后的话呢会就是 快步走 当然这段时间是没有锻炼的 快步走 然后让自己身体会出汗 然后加 喝上一些温补的药物 最重要的话呢 我这有 两年的时间 我在抄写一经 也在学习 这个义理 一经的话呢 它其实不单单是给别人算什么 所以它里面的最重要的义理 是讲究一个变化 变通 那么就是会让人 不执着 不究竟 所以说的话呢 它教会了我很多 做人做事的一些事情 一些方法 从这上面的话呢 自己的心结 各方面全部打开了 其实有好多的一些身体上的问题 大多来自于这个情绪 有人讲 为什么我这个人 我觉得我自己很好 很善良 为什么我还会得这个病 自己想不通 愿能有忍 其实有的时候的话 你没有去 反观看过自己 你做人做事的时候 是不是太教师了 太任性了 或者是 太不爱管闲事了 或者说经常会有一些抱怨 或者说是一些 委屈啊 或者说是自己反闷的一些情绪 或者是晚上睡不着就要熬夜 这些东西 你要多去看一下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是不是不良的 自己的情绪是不是不良的 然后的话呢 去把这些全部推翻去改正 这方面的话呢 我认为是一个 比较正向积极的 那么通过这 两年多的时间吧 我觉得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当然 不排除啊 就是 之前的话呢 在医院的一些治疗 它是有 有一定的基础效果的 那么后期到现在 我是没有经过治疗的 但这段时间的话呢 我觉得我身体也是非常OK的 包括我这三年的时间的话呢 我一直在外面跑 包括 去全国各地 来中南山 和这些休息人生去大交道 其实为什么来这边呢 因为 这边有好多的人士啊 他也是经过人生的大起大落的 人生波折的 甚至是就此一生的 从他们的一些人生 经历当中你也会吸取很多的一些营养 那有的时候你们在视频里面也会看到一些我和别人去怎么怎么样 及时的话呢 因为 你们应该知道我是一个做视频的UP主 对吧 有的时候是需要视频效果的 你们理解就可以了 看不懂他就略过 所以说呢 我今天的这个 视频的话呢 就是想告诉大家 如果说 你能把自己的 一些坏的毛病 坏的脾气 去改正 多做一些正确的事情 我相信 你也能像我一样 走出 自己的一条路来 希望你们早日健康 今天视频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拜拜